这架编号B-1905的空军运输机 今天早上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执行视察任务 不料在上午7点58分坠落在云林县东市乡 城海村的一处甘蔗园里 根据一位目击者指出 当时大雨滂沱 天色也早 因此只听到隆隆的飞机声 等到他抬头一看 只看到一架飞机一头栽进了甘蔗园里 机头因为爆炸而全毁 残骸散落四处 机尾则栽进了泥土中 现场惨不忍睹 机上18位罹难人员包括了3位少将 13位校级军官 一位上尉和一位士官长 空军总部在接获报告后 立即派出了备安小组进行调查 空军 陆军和陷阱人员也出动了200人进行抢救 军警人员并且雇用了挖土机在现场进行挖掘工作 由于阳溪台风带来好雨 现场宁命不堪 挖土机一开动就陷在土里 抢救相当困难 警方指出 这架军机坠落的时候 机尾笔直地摘进泥土中 很可能是因为紧急迫降而发生意外的 目前已经找到四代无法辨认的尸块 和三具比较成型的尸体 其中有两具是少将军阶 国防部长陈吕安和参谋总长陈申林 在获知空难事件后 表达了深切的伤痛和遗憾 并且希望各有关单位 全力做好善后事宜和抚恤工作 同时要求尽快查明失事原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